这就是实力不足 不怎么好用了 但是又要显摆 当一种外交筹码去搞事 搞不成 这个事情在中国的观察者 也总比如像我这样的人看来 我是很感慨的 因为和我们之前认识到的 那个美国的做派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会坚定我们一个判断 就不说美国现在已经衰落了 那你至少很明显作为一个霸权 你已经朝着那个衰落的方向 走了比较多 而且这种是你可能继续朝那个方向 去走的一些增长 那么这个倒过来又会增强中国 构建一套全新的对美战略 实现三个原则 和平共处相互尊重 这个合作共赢 这种新的原则 我们就会更加的坚定 这个是你可能继续 那你就会有什么 要不要有什么 那你就会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